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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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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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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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之後,呃... 謝謝要咪咪的年度選項 但可能角度也有關係啦 因為... 因為我今天... 很... 呃...也沒有很早起 就是至少是沒有睡到 就是11點多這種 所以就吃了早餐了 然後... 因為平常都是早餐午餐一起吃 可是現在就是早起之後 早餐就先吃了... 就是早餐該有的東西嘛 就是麵包啊...麥片之類的 然後... 導致我今天... 就是中午的時候 我就一直想說怎麼辦 我剛才... 10點多就開始在想完蛋了 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完全... 平常就是啊... 就吃吐司啊不用想 可是早餐已經吃過了 所以我現在... 完全沒有idea了 不知道... 中午要吃什麼想... 然後所以今天這個背景 是我們家的小廚房 想說... 問一下大家中午吃什麼 謝謝志豪的啾啾娘 我剛剪完這個髮型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可是我現在就有點不喜歡他 不喜歡他的原因不是這個髮型不喜歡 是... 我覺得他瀏海好像剪太短了 我真的是有點困擾 而且這禮拜六 我們不是在西門町有表演嗎 而且是公開 我們很少有這種戶外公開的活動 然後... 就一定會 大家肯定會 就是可以到處拍 平常公園都不能拍嘛 結果在... 就是大家有那麼多飯拍的時候 結果居然... 就是瀏海剪一個這麼短 我不想要拍到我露很多眉毛的照片 好困擾喔 討厭 我那時候想要... 他問我設計師問我要不要修瀏海 我說好修一下 然後他就好就剪了 我本來想要跟他說 再眉毛長一點點 然後他就剪了 我就好帥了 不是說好修一下的嗎 好啦 不過這髮型我是喜歡 我真的覺得瀏海有點太短了 他可能想說先剪短一點之後會流長吧 你就很好看 可是就眉毛... 我眉毛真的很濃欸 而且因為我最近直播都沒畫什麼妝 所以... 就是你知道 沒有懶眉膏 我的眉毛就是超濃 情呼 對 情呼是我的眉毛 他真的超濃 我本來也想說懶頭髮的時候要不要順便... 有些人會連眉毛一起攔 可是我又覺得那樣子太... 就是離眼睛太近會很刺激 所以我想了一下 還是算了 還是扁 我眉毛就濃 我就濃 我看一下你們...你們午餐要吃啥欸 嗨 知翔 午安 會長長 對 是會長長 沒錯啊 其實頭髮這種東西剪短了沒差嘛 就會長長 可是... 重點是這禮拜有活動 我不想要被拍到我這個... 瀏海一直... 翻起來露眉毛的照片 怎麼剪成小孩 對嘛 本來25歲剪完都變10歲了 喔 沒有那麼小是不是 跟大柱搶食物 誰誰... 誰稀罕他的食物啊 而且天氣冷 我想要喝熱的水 這是熱湯 拉麵 抓餅 泡麵 我本來也是想說 應該是煮什麼麵之類的吧 不知道要吃什麼時候 應該是煮麵 所以我剛剛有洗好了 菜跟菇 只是還沒想好要煮什麼麵 因為我們家有... 泡麵當然是會有啊 然後也有官廟麵 也有那種家常的... 家常麵 不是很常的麵 家常麵 家裡面很多 但就不知道要煮哪一種 所以我還在... 猶豫 而且... 因為早餐有吃 我現在其實沒有很餓 哈囉阿伯 午安 今天是青蛙 而且穿青蛙這件很適合直播耶 就是... 這個顏色在... 直播看起來我的臉是比較白的 因為像如果穿比較白的衣服 我看起來臉就很黃 關妙面一包我吃不完 我吃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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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吃個關妙面 好像不錯喔 我們家有冬瓜湯 什麼都加就變強... 強棒面 什麼是強棒面 就是... 對... 然後... 我吃得完 對... 我吃得完 這件我明明就很常穿 然後我今年又有心想要買的動物裝了 我最近就是滑蝦皮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就是因為冬天很冷 然後我想要買一件那種 就是你知道在家那種叫什麼懶人毯之類的嗎 我看到有那種就是很像外套那種毛茸茸的披上去 它是一個算是披風斗篷之類的嗎 反正就是居家的那種 就是行走的毛毯的那種感覺 我之後還蠻想買的 我之前就蠻想買的 然後我就看那個 在找想要買什麼款式 然後結果就看到有一個超可愛的 它是伊麗莎白 大家都知道我最愛的動漫就是銀魂了 然後我看到它就是有銀魂裡面伊麗莎白的那個 你們去搜尋真的有伊麗莎白的 算是睡衣嗎 我不知道搜尋什麼 家居服 它就是整個套在頭上的 感覺就超溫暖 對我想說我每次在家就可以 這樣套著伊麗莎白感覺就超溫暖 然後握在那個沙發上 感覺超溫暖的 可是它超貴耶 它六百多塊 而且還不包含它的譜 那個超可愛的 那個毯子 對啊 因為我之前看其他的 就是一般的 那種毛茸茸的披在外面的 是差不多三百塊左右 就伊麗莎白的 明明就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伊麗莎白 憑什麼要賣六百 反正我之前就想買 可是我看到六百我就卻負了 我就想說算了太貴了 然後結果昨天 昨天我練完武藥回家的時候 然後奶奶就突然傳連接給我 她就就是那個伊麗莎白的睡衣 她就說這感覺你會喜歡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拜託這個我早就看過了好嗎 奶奶發現了太貴了 這種好東西我怎麼能錯過呢 腳壓分開嗎 對啊 我之前不是有買一件那個 頑皮豹的睡衣嗎 那個也是我也有買她的腳 粉紅色的腳 她的腳跟身體也是分開買的 謝謝夏的一封信 那個也是差不多三百塊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伊麗莎白她要賣到六百 奶奶很等我 拜託太慢了好不好 她上次也貼一個什麼鯊魚裝給我 就是外面毛茸茸的 然後帶起來是鯊魚頭套那個 她說這感覺你會喜歡 然後我想說這個超久 去年我就看過這個款了 可是我只是覺得 我已經有青蛙 所以我就沒有想要買鯊魚的 拜託那種動物裝 我怎麼可能沒看過 有什麼動物我都看過 我沒穿 只是因為我可能就沒那麼喜歡那個動物 或者是價錢部分 真的是 我怎麼能錯過各種動物 鯊魚不好嗎 就是我已經有青蛙裝 我覺得我動物裝其實很多了 你們想我有兔子有青蛙 有恐龍 有頑皮豹 我要什麼動物 反正我就很多動物了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不用這麼多動物吧 奶奶看到我還特別Cue喔 對啊 她就是 我記得當初 當初這件青蛙就是奶奶貼給我的 好像是 那時候奶奶貼給我說 欸你看這個青蛙裝好好笑喔 然後我就 欸 我要買 然後就欸 她本來只是覺得很好笑貼給我 然後我就買了 所以我就變得很好笑了 有嗎 奶奶有時候貼給我 並不是一定叫我買 她只是覺得看到什麼東西覺得很酷 就貼給我 然後我就欸 買 買 她上次還貼給我一件 衣服是熊熊 然後這邊有兩個耳朵在肩膀上的 然後她就說這衣服誰會買 然後看到說 我家購物車 好可愛喔 可是我後來還是沒買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怕我以後會後悔 所以我就 現在還在我的購物車 我還沒有 而且因為她也有一點小貴 就是 是一件超普通的短袖T恤 可是她只是加了耳朵 她就比一般的T恤貴個一百塊 所以我就 我就在糾結 除非她 如果我看到她哪天打了八折或是有特價 我可能就會買 就是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可是就是價錢會讓我 就是再考慮一下 不要衝動 我就是對於那種 小動物 或是有耳朵的東西 我就是很難以抗拒你知道 好 謝謝波傳的守護靈 哈囉草莓江 午安 雙十二要特價 可是那個雙十一手也沒特價 所以我還是沒買 對於可愛小動物 受不了耶 兔兔的最可愛 也有很像熊熊的啊 沒有水裡的 所以這叫我要買鯊魚裝嗎 我考慮一下好不好 謝謝Kiwi 還有謝謝HanHan的 什麼 舞會邀請函跟POPCAT 購物差還有其他動物 知道嗎 現在只有熊熊的那一件而已啦 好像沒有其他的動物了 我想說我長大了 買一些 而且那種 動物裝就是你穿過一次 大家 對我就是 瀏海真的有夠短 討厭 就是動物裝就是那種 你穿過一次 大家就會印象很深刻 比如說這青蛙裝 我只要穿過一次 然後大家就會 對他很有印象嘛 可是羅斯那種 買比較素面的衣服 就是你可以很多種搭配 而且大家甚至不會發現 就是你每天可能穿同一件 就是 你可以做不同搭配 就看起來很像是新的一套 可是這種動物裝就是 沒有什麼搭配性 就是你穿 穿了兩次 人家就會覺得 你怎麼一直穿這件 因為這件我就是 最近天氣冷 我就穿了兩三次了吧 然後大家看到就說 你又穿青蛙裝 又穿 可是我想說 我一個禮拜也就 才穿他一次而已 也還好吧 就是說我又穿 可是如果是正常衣服 大家根本就不會注意 就算你每天都穿一樣的 大家不會發現 你沒換衣服 好啦 我有換衣服 長大了該買一些沒有耳朵的動物裝 你就殺魚之類的 我真的要 我真的要長大了啦 你們不可以 重溺我 雖然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衣服就是要拿來穿的 可是我就是 我自己會蠻care 人家說我 就是怎麼一直穿同一件衣服 好像 好像我沒有換衣服 或是沒有錢買新的衣服一樣 但其實就是 比較沒有變化性 哈囉 Sam 5N 褲子不換才不會被發現 欸其實會耶 其實會耶 因為像之前就 有成員是 就是兩天穿一樣的褲子 然後就被老師發現說 欸你是不是 昨天跟今天穿同一件褲子 真的 會被發現耶其實 還是舞蹈老師就是 看比較細 哈囉阿翔 謝謝季風亮的年度選票 今天是鏡像 不是不是 我只是因為剛剛那個 這邊眉毛一直露出來 我覺得很煩 所以我才把它 變側分 沒有鏡像 我真的好喜歡這個唇色 這個唇膏 上次買超喜歡的 其實我有買另外一隻 但到現在都還沒開 因為我太愛這個顏色 哈囉福福媽早安 欸午安了啦 老師還要檢查褲子有沒有換 對老師看很細 不只看我們舞蹈動作 還要看有沒有 有沒有換運動褲 會不會同一件褲子買很多 每天換褲子 我不會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就是 我是需要很多不同種類的 因為其實 大家如果看我IG的照片的話 會發現我的 就是 我衣服其實很少穿重複 很少 不然就是要不同的搭配就可以 所以我 我不會是同一個 比如說同一個 款我買很多 或者是同款不同色買很多 我不會這樣子 就是一款用選一個顏色這樣子 因為我需要很多不同的搭配 不同的款式 我想成員裡面會 可以同一件褲子買兩件的 大概就顯迪奇吧 小迪斯真的會 就是他喜歡的東西 他可能就買兩件 然後就一直換著穿這樣子 但我就會很膩啊 我就會覺得 這樣子都同一種搭配 我會覺得很膩 我應該有固定的排列衣服方式嘛 固定的排列衣服方式 什麼意思 就是會分類啊 就是比如說 短裙 長裙 就是放一邊 然後 然後可能 針織的材質放一邊 什麼材質放一邊 T恤放一邊 這樣子啊 就是 比較好找衣服吧 應該一般人都會這樣吧 卸下我的霹靂小車 分顏色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 意義耶 我覺得分材質比較重要耶 分材質 就是 比如說天氣比較 冷的時候啊 就會穿比較厚一點的衣服 然後再從厚的裡面想 今天要穿什麼 應該是這樣吧 分顏色的話也太 太奇怪了 有人會分顏色排成彩虹 但我衣服顏色其實也沒有那麼多啊 像紅色的衣服我就很少 就只有一件 暗紅色的 然後橘色的衣服也只有一件 根本沒辦法啊 就是 我的衣服 淺色系很多啦 如果照顏色我根本找不到東西 奶奶會分類衣服嗎 欸誰不會分類衣服 有人是不分類衣服的嗎 這樣子要就是 不分類衣服的話 就是平衡要穿什麼 到底要怎麼穿啊 肯定都會分的啊 只是每個人 有自己分類的方式而已 嗨小義武安 不分類衣服 還是你的衣服全部都是 黑T 因為我看過有男生就是 他的衣櫃打開 全部都是黑色的T恤 然後可能都長差不多 或是怎樣 都差不多 可能就不用分 只有黑色 或是有些人就是只穿 好像大部分 我看過比較特別的就是全黑吧 全白的好像比較 可能也有吧 全黑的比較多 全黑的話那就真的沒差 隨便穿都可以 看心情傳 我就看天氣傳啊 就是 這樣最近就變冷了 衣服的話大概後外套得拿出來了 謝謝北極熊的粉玫瑰 衣服都掛著 如果我衣服都要用掛的話 那掛不完耶 我的衣櫥沒有很大耶 就是大概 就這麼窄 這麼窄 掛衣服的部分就這樣子 也算沒有辦法 全部都用掛的 雖然用掛的確實 找衣服比較方便 可是就是 沒有那麼大的空間啦 所以我只會把 就是 容易皺的材質掛起來 就是比如說有一些 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材質 有一些襯衫吧 就必須掛不然 會皺皺的 會皺的 會皺爸爸 嗨 忠貞無安 Mina現在穿的是新衣服嗎 當然不是啊 這個去年握手會就穿過了 沒有印象的人是沒有來找我握手 沒有follow我的IG 快點去follow我的IG Mina07了吧 快點去follow 雖然我最近比較少更新的 對 最近沒有 像以前那麼頻繁更新IG 其實是因為 這是我最近很少化妝 我已經素顏 我想想 今天禮拜 今天是禮拜三 我真的 超久沒化妝了耶 我想想我上次化妝是什麼時候 我上次化妝應該是 想不起來耶 可能 就是有工作的時候 我上次有工作是什麼時候 反正我好像快一個禮拜沒有化妝 所以也沒有拍照片 雖然我相簿裡面還有很多美照 很多庫存 但是就是 因為最近比較忙 就沒有想要發文的那個 那個心 就覺得 好累喔 然後因為也沒有公開活動公開表演 所以就會覺得 以前會覺得每天發文可以吸一些粉絲吧 但後來就覺得 我又不是網紅 我就不能有活動想發就發嘛 所以最近就有點 不想被社群綁架吧 然後也比較早睡覺了 就 我自己覺得最近這樣子 我自己蠻 蠻舒服的一個狀態 就是 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 就比如說練舞 然後社群方面的話 就是有餘力再去更新 沒有像之前就是強迫自己 可是兩天一定要更新一次什麼的 我覺得現在這樣的步調 比較放鬆 謝謝超哥的楓葉 照片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但是冬天的照片 需要拍一些的啦 乾姊姊過幾天會上來台北找我 我應該又會有很多照片 其實上次去台中的照片 都還沒有發過耶 大家有發現嗎 但是因為那時候去台中拍照的時候 還是 就是天氣還蠻熱的 所以 穿很多都是短袖啊 無袖的衣服 我覺得現在發的話 好像 季節上有點 就是你知道 看了都覺得冷 所以可能會明年再發之類的吧 冬天也可以發夏天 可是就是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看到 那種 就是 我其實不太喜歡看到別人 就是看到照片然後就說 你不冷嗎 我看了都冷了 之類的 雖然可能是關心的言論 但是我就會覺得 我發這樣的照片 原來讓大家擔心了嗎 其實 可能大家真的無意 無意的 就可能就真的是關心 可是我看到的時候就會覺得 唉 我在這種冷的天氣 然後發我之前拍 穿短袖照片 就讓大家擔心了 然後我就覺得算了 我還是別發好了 我就會有這種想法 謝謝Alco的年度選票 所以我就會想說 今天發文都配合10節 不然 而且有些留言看了反而 我會覺得不那麼舒服 就是 就說 穿那麼少你不怕感冒嗎 就是可能也是關心吧 可是 可是 就是可能配的表情符號 或是什麼 語氣會讓我有點覺得 唉 我做了對大眾不良的示範嗎 我自己會很在意 氣兒一年司機都是短袖是不是 明年會有新的 是沒錯啦 但是就是 像最近的話 就很 假日很少 像之前跟奶奶 就是到處出去拍照什麼的 因為最近假日都是被培訓塞滿 然後回到家也只想休息 所以 就沒有那麼多照片 就想說沒關係 就有空再慢慢發就好 我覺得要跟說話的語氣有關 比如說 嗯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講 有一些 有些話看起來是很關心 但有些 可能說話的方式 就會 我會覺得 被指責的感覺 就是有些人可能 如果說 天氣人Mina也要多保暖 之類的我會覺得心裡暖暖的 可是有些人說 天氣人Mina穿那麼少 不怕感冒 我就會覺得 在指責我 就是說話的語氣吧 可能沒有那個惡意 要用哪個表情比較好 我覺得用波浪 就不會有錯 我之前有說過吧 喜歡打波浪 就是 用波浪的話 感覺就 就很溫柔的語氣啊 就是 就算你不太會打表情符號 可是 你就 你就 用波浪就變溫柔啊 我想想要 比如說說什麼話會很兇啊 打字沒有溫度 對啊 所以 加波浪可以增加那個溫度 有大家現在變好溫柔 我好開心喔 哈哈 比較喜歡打驚嘆號 驚嘆號也可以用啊 驚嘆號可能是比較 激動的時候吧 可是 波浪就很溫柔啊 對啊 有溫度了 有有有 有 好溫啊 對 我覺得打名字超有差的 比如說你們突然說 潘之儀 然後我就會覺得 就是 被媽媽叫的時候 才會三個字 要出事的時候 潘之儀 可是你如果是 就是 潘之儀 然後加很多波浪 我就覺得 好溫柔 要特訓講話 中喵平常很溫柔 有嗎 你有很常用波浪號嗎 對 用驚嘆號就 就變兇了 可是你們會不會覺得 一直要切換鍵盤很麻煩 就是打字可能懶得按標點棒 按標點棒不就要多按一個鍵 然後再按 不可以打潘之儀嗎 不 不可以打我 不要打我 常備波浪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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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沒有中喵很溫柔的印象 潘之儀波浪驚嘆號 這樣就是 先溫柔再讚嘆 阿嬤叫Mina的名字也是有驚嘆號 為什麼 為什麼有阿嬤要叫我 謝謝劍谷的玫瑰 有些人跟朋友不客氣習慣 所以打字 習慣也會變不客氣 好饒口 但我好像懂這個意思 就是說跟不熟的人 反而會多用表情符號或什麼 就是怕對方誤會 可是可能跟家人的話就是 我媽 我媽是不是這樣啊 我常常 他問我 他問我事情 比如說 你在幹嘛 然後我就說我在幹嘛 他就 這是奇怪 你問我 你問我 然後我回答你 你又喔 句點我什麼意思 然後沒有任何表情符號貼圖 我想說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所以你是怎樣 可能家人就是 會比較這樣吧 我不知道 可是我自己 比較沒有那麼怕麻煩 就是我自己的習慣啊 我還是會 就是 用表情符號啊 或是波浪 鐵圖 至少會配鐵圖之類的 就算跟很 很機車的奶奶講話 我還是就是會用好 用滿耶 還是我對奶奶還 不會 我跟奶奶之外 是 我覺得是我個人的習慣 我不管跟誰說話 我都會 都會 都會這樣子 米娜回媽媽的時候 有波浪嗎 要看說 說什麼話耶 那我自己習慣還是 就是會加一些 標點符號 標情符號 標點符號 不太會用逗號那些啦 就是波浪跟驚嘆號吧 但我跟奶奶傳的貼圖都 也蠻機車的 因為奶奶就是 一個很 機車的人 所以我傳的貼圖 也會比較 機車的眼 你知道就是那種 看起來比較討人厭一點的 就什麼 比如說那種什麼 你故行人在討討你 這種 就會對奶奶用 我不敢推其他奶奶用這個貼圖 我只會對奶奶用 雖然我那種欠揍的貼圖 就是 因為我 最常傳訊息的 除了工作上 大概就是奶奶了吧 因為就是一天到晚 要問說 你星期幾要回家 今天煮飯要煮你的嗎 然後 你晚餐吃什麼 就我不問 可能他也會問 或是 今天要叫外甥嗎 什麼什麼 這是家裡的事情 今天幫忙買個蛋之類的 就是 這些 我剛講那對你聽不懂 我台語不好 因為我是用那個 五行命理 不是 我不知道耶 五行命理 不是嗎 你故心命在欽造你 那個好想吐的貼圖 我不知道我講的準不準 害肯你五安 還有那個啊 等一下 我很常對奶奶用那個 就奶奶常跟我講幹話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傳那個 好想吐的貼圖 我就很常跟奶奶傳那個 然後他就會 發屁 發屁 他就是 他就是 我講這個錯誤會不好 好反正他就是 就是聽你在唬爛的意思 你需要翻譯舉輪 好想吐的那個貼圖 就是有聲音的嘛 所以就是 比較好模仿 還有其他很欠揍的貼圖 也是有的啊 五行命理欠揍 對啊 不是五行命理欠揍嗎 嗨終於晚安 那個貼圖我超熟的 我想有還有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有按過 還有那個啊 五 OK 五 OK 這個啊 好想吐的貼圖都好吵 可以不開聲音啊 根本有人叫你要開聲音 可是我就是喜歡開聲音 因為我我聽他講那個話 我就會覺得很欠揍 哈哈 晚安沒有 好想吐沒有在跟你說晚安的 他蠻嘴幹話的 他沒有在跟你說晚安的 他蠻嘴幹話的 他沒有在跟你說晚安的 你都沒開聲音 喔對現在很常會用 我們聽TP自己的貼圖 你好好笑喔 好想吐還有什麼很欠揍的 這一場就開車 這一場就開車 其實是我配音的 我剛剛拍到我覺得 是不是很像 我剛剛覺得好像喔 好想吐都要比欠揍 我就比起更欠揍是他那個語調吧 就是剛剛那個貼圖已經 有點微欠揍 然後配上那個語調就更欠揍 買那個貼圖就很療癒啊 就像我每天看著大作我就覺得好療癒 他說我現在脖子超痛的 因為最近天氣太冷了 睡覺的時候都窩到棉被裡 縮成一團 然後早上起來發現好像 有點落枕 謝謝追蹤 我現在脖子就是 正的 或是這樣還 往左邊可以 往右邊就是開始有點疼痛 然後往後完全不行 我不知道我是 我昨天在怎麼睡的 就是 我只記得很冷 我鎖在被窩裡 可是我剛才就是 稍微動一下 我就覺得好痛 繞了繞了 很久沒有睡到繞整了耶 謝謝終於的告白氣球 你哪會有講日語的貼圖嗎 好像沒有耶 這已經繞整了吧 可是一般繞整不是那個嗎 謝謝熊熊的啾啾娘 每天都繞整 為什麼 每天都繞整是不是睡姿有問題啊 這可以調整一下吧 樂夫是嗎 我從早上起來到現在已經 就是 還在繞 就是一般繞整的印象不是 噢不行我不能往這邊 我可以往左邊 一般繞整不是會一直這樣子嗎 然後不能扶正 可是我正 等一下突然要慢慢 我正的還可以 可是 就是 到某個特定方向會痠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睡的 但就 對啊一般繞整不是 印象是頭要歪歪的 就是這種繞整 可是我是正的可以耶 正的是沒問題 睡到腰痠 可能是做夢玩 你說做噩夢嗎 欸有時候做噩夢就是 大家應該很常會夢到那種 就是在夢裡 就是比如說被 被什麼恐龍 或者是什麼被追趕那種 那種夢 然後每次在夢裡 然後一直跑 然後結果醒來說發現 就真的很喘耶 對不對很神奇 明明就真的沒跑 可是就不知道在喘什麼 很恐怖耶 一般人繞整不是左邊就是右邊 我是後背 這是怎麼講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現在角度喔 我這樣還行 對對對 就是不能 往前往後都會 往前往後都會痠 往右也會 就是只有往左這個方向 但也只能一點不能太過去 我不知道我怎麼睡的 在夢裡被巨大倉鼠追著跑 是我嗎 夢裡的痛真的有感覺 我突然想到我前幾天也做了一個 很恐怖的夢 我前幾天做了一個很恐怖的夢 但是我 我那時候沒有記起來 我現在有一點點忘記了 但是那個夢大概是我的 發揮我的正義感的夢吧 謝謝熊熊的popcat 是不是我被最近那個新聞嚇到了 像上次我不是說搭公廁的時候看到 就是有人沒戴口罩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 就是超多小劇場的害怕 然後好像那一天晚上我就做了 有點類似的夢嗎 但是不是沒有戴口罩這種 反正就是有一個人可能就是 我真的忘記他幹嘛了 然後反正我就是看不下去 我就出來幫忙講話 結果我就被砍了 超恐怖 可是我記得我的左手受了很多的傷 我忘記是怎麼樣 反正是一個很恐怖的夢 反正我只知道我覺得我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可是我就因此受傷了 而且那個人他就是除了 就是攻擊我之外 然後他連帶我的 就是 家人 但我不太記得有沒有奶奶或是我媽媽之類 反正就是可能連我身邊的朋友 他也連帶攻擊 然後他都是超守攻擊 然後我那時候就超自責 就覺得我為什麼要多嘴去講話 然後還連累到身邊的人 反正就是一個很恐怖的夢 然後反正就是可能後面有一些基站的部分 但我現在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然後反正夢那個夢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好痛 然後起來的時候就覺得 就是真的覺得手很痛耶 可是真的 就其實沒有事情 可是在夢裡的痛到醒來的時候 我還覺得我的手 其實是麻掉是不是 就是真的有痛的感覺 我還跟那個基站嗎 我其實記不太清楚 大概最後 結尾的時候 我有 夢到那個我們樓下的那個鄰居阿姨 就是會翻 會翻牆的那個阿姨 就是他有 跟一些其他受傷的人 就是也有 就是進來我們家 然後 一起吃東西 就是療傷然後上面聊天 所以後面 後面是有平穩下來這樣子 搞不好那壞人其實是奶奶 應該不是 如果是奶奶 我應該會就是 記得很清楚 結果是因為打疫苗的時候 我在痛 我還沒打我還沒打 我有預約了 我這禮拜天要去打 因為 而且我要去比較 略遠一點的地方 本來我是希望可以在家附近 打是最方便的 可是因為 就是 我們4號有表演嗎 所以我 我就是原本是預計 就是4號之後 再打疫苗 可是我查了我們家附近的6間診所 就是也不是診所 反正6個可以施打的施打站 然後結果看了之後 他全部都是只有2號跟3號可以施打 明明就是說 就是 我是禮拜二登記的 欸禮拜一啦 29號 登記的 那本來他是 寫這個時段登記的人 可以施打的 選擇的時間 是12月1號到8號嘛 然後結果我點進去6間 都是只有在2號跟3號才有打 我就想說 我本來是想說 4號以後就怎麼都只有2號跟3號 就大家都集中在那邊 然後我只好選了 就是不是我家這一群 然後就選了別群 然後看了好久 然後好不容易看到有一個 啊5號施打 我想說好就是他了 因為真的 沒有其他天了 對 當然我終於我終於可以打疫苗了 打疫苗騎了一個小時的車 超難預約的 OMG 我在想我要搭捷運還是騎腳踏車去 到時候再看 就看天起如果下雨 因為最近很常下雨 而且我覺得我根本就是 我根本就是雨女啊 我昨天也是要去 出門去練舞 我也是要出門去練舞 然後結果 原本昨天都沒下雨 然後我要出門的時候 大概是下午5點 我要出門 結果一準備要出門的時候 就開始 開始下大雨 然後就 然後就只能趕快 走去公車上搭公車 然後搭公車 然後結果都花很多時間 大概要半個多小時 所以我到公司就超趕的 然後又下大雨 然後結果 欸不是 應該說 我搭公車 搭了半個小時 結果下公車的時候就沒雨了 所以我還不如就是 等雨停在騎腳踏車出門 好反正 我只是 就是想表達那個 就是我出門 等時候下大雨 然後結果後來到我 晚上回家 都沒有再下過雨了 我就覺得 為什麼每次要出門 就下大雨 然後搭公車就害我 就是花很多時間 可是出門會變得很感難 莫德納會發燒 打疫苗都會燒啦 只是說 AZ的第二季副作用 他比較 就是基本上 沒什麼副作用 然後當然我偏偏 選了一個副作用強的 來挑戰看看自己 這次副作用如何 應該 需不需要吃個止痛藥之類的 我找不到我自己 淋雨奇特不行啊 我這樣子會感冒 淋雨奇特真的是很痛苦 就是 如果沒有戴眼鏡跟帽子的話 我的那個雨水就會直接 直接幫我點眼藥水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眼睛裡面有水 有東西 所以我點眼藥水也不太行 就是 會這樣一直炸一直炸 AZ第二季副作用 不強啊 聽說沒有什麼副作用啊 是因為我第二季要打莫德納 我要混打 發燒會影響團隊練習 不會啊 為什麼發燒又不會傳染 打疫苗的發燒又不會傳染 欸有人打AZ第二季也有發燒喔 以後下雨就知道Mina出門了 我還是別出門是不是 我不出門就不會下雨了 嗨阿琪午安 打完還想騎車 不是我上次打第一季AZ的時候 我也是騎車 去騎車回來啦 騎腳踏車你 完全 因為根本沒有 打完根本沒有那麼快才作用 我那時候算了大概是八個小時 才開始發燒 所以前面其實 就是完全沒事啊 所以打完疫苗 建議趕快 沒有還是要健康飲食 就是該做的家事趕快做 這樣子 就是真的燒起來的時候 才可以好好休息 Mina新髮型看起來又更小了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我今天也沒有化妝的關係 我中午直播都不太化妝 應該說最近都沒有化妝 快一個禮拜沒化妝了 就是很舒服 沒有化妝看起來會 年紀比較小一點 可是化妝比較漂亮 Mina小妹妹 對對對可以叫我小妹妹 不要叫我大姐姐 對 打疫苗 所以打疫苗 本來就是會有副作用 所以本來那天就是 應該說打完疫苗 你看你是當天要請假 我是打完疫苗隔天請假 不然就是你選你沒事的 沒事的時候打 幹嘛要選有練習的時候打疫苗 又沒辦法跳舞 真的是 是在亂 不講都看不出來沒化妝 因為 因為直播本來就 本來就有一些濾鏡吧 就是像直播的時候 我想給你們看我的 鼻頭的紙 我這裡長一個痘痘 這裡小小的 應該快消了吧 有點紅紅了 然後這個是紙 就是會看不太清楚 但本人看很清楚 因為直播它就是會有那個 美膚之類的 不然其實還是有 還是有差的 但主要是口紅吧 我覺得有 有差口紅就是 至少不會看起來很慘白 就是有氣色 對 擦口紅可以啦 想吃東西就掉了 我只是覺得化妝還要卸妝很麻煩 這樣看得出眼角的痣 有化妝也看得出來吧 這裡 我這裡有個痣 這看起來也很像痣 但這是痘痘 那個眉毛畫起來 像Mina生氣的眉毛 什麼眉毛 哪個偶像會讓自己粉絲看痘痘 沒有 因為我剛剛 看才發現 喔對我這裡有長一顆痘痘 鼻子的知識新長 長很久啦 我記得之前有粉絲去看幾月幾號直播的時候才長出來了 謝謝小翔的楓葉 好想痣 我就是因為直播濾鏡的關係所以看起來像痣 但是他其實是有一點紅紅的 可是我現在這邊沒鏡子我也看不到 有決定好像要吃什麼了嗎 還是我直播完再來吃 還是我直播完再來吃 現在都已經47分了 我煮完我都不用吃了 不然我今天你們家多陪我半小時吃 好啊來煮 剛剛說要吃什麼來的 它好冷有點想吃湯麵 我來煮泡麵好了 冬瓜湯晚餐再喝 怎麼樣 我想吃泡麵 這裡是我們的泡麵欄 超多泡麵的 超痛 我等一下想要回頭去開一間泡麵 我現在不能動了 我要這樣轉 等一下 等一下 而且我剛才笑的時候發現有點痛 因為笑的時候有點頭會往後 我就想到我上次 柏林打疫苗的時候 我還拍她肩膀 真的是 這叫什麼 惡有惡報 我在 我被 我得到報應了 繞著 對 沒事等一下 應該晚一點就好了 我等他樂服一下好不好 我等他樂服一下 好了 我來選一下泡麵 那我要先去煮熱水耶 我要先去煮熱水等我一下 馬上回來 常常廚房 撞到抽油煙機 是長太高是不是 我要先去煮一下熱水等我一下一下 馬上回來 可是我可能會慢一點啦 因為我現在行動有點不便 有被柏林打嗎 沒有沒有 但是 當下他應該很痛 你朋友打AZ燒兩天 你一直打他的手 就是你 你這種人 沒有朋友耶 給中醫 處理脖子很快好了 沒事啊 繞枕那種常有 我小時候也很常繞枕啊 一下子就好了 可能晚上就好了 也沒有特別樂服 我直接自己就會好了 好我現在去煮熱水等我一下 算了我直接拿鍋子去好了 不然我還要走兩次 OK各位我肥男了 我們現在來煮個水 OK各位我肥男了 小板燈 小板燈 喔對 我的小板燈 應該轉過來給你們看的 正面 我手機要買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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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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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點充不到電 有點插不到電 我看看 靠近一點 可以 這樣子 做板燈直播是因為要在廚房嗎 對我想說這樣煮東西比較方便 但是我等一下 我等等要怎麼吃喔 對我等等要怎麼吃啊 我沒有想好耶 Mina會在廚房做瑜伽 欸有看到瑜伽墊是不是 沒有啦這瑜伽墊只是 放在這裡而已 但是沒差 因為這裡也不算是廚房啦 就是只是一個小的 就是放為 不是放電池爐的地方 也不算是廚房 就只是放 這裡有一個桌子 小餐桌而已 謝謝追蹤 我肚子餓了 好的我想到上次那個 黃秘鼠來我們家的時候 然後我拿這個椅子出來 因為 他有帶朋友啊 然後 其他人來就蠻多的 然後我們家沙發 但是只能坐兩個人 所以 所以就搬了這個小板燈出來 要給他們 他們做 然後 然後黃秘鼠他說 不行啊他不能做這個 怎麼會做壞 然後我想一下好像是 我記得這種小椅子好像是有限重 不知道幾公斤 然後被他吐槽 他說這種椅子有必要從澳門帶回台灣嗎 但這個椅子應該 我不知道哪裡坐的 可是台灣應該也買得到吧 但就很可愛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啊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啊 想想我要出什麼麵好 有點想吃這個韓國的麵 看起來就很有食慾 在加顆蛋什麼的 不過我應該吃不完 所以我應該凹一半就好 平常出自到我家呢 對呀 很像Mina懶紅頭髮 謝謝太空 告白氣球 這會辣嗎 這個不會 其實我的辣雞麵還有欸 可是 最近 那個換季 皮膚不太穩定 所以我不太敢吃太刺激的 所以吃這個 這個是 好像這個有一點點辣 我煮一半 結果最後整包吃完會不會 煮一半先 好 等水滾 我可以先加這個粉包 我用遮也看不到 我怕會有業配嫌疑啊 品牌是不會做壞 是啊 可是別人來家做客不好 叫人家做板凳啊 當然叫人家做沙發 小板凳我自己做 謝謝中央 一封信 分一半面幹嘛閉眼睛 可是 因為很 很難拗啊 用力的 你們用力的時候不會閉眼睛 這種 調味的不要加太多 可是我喜歡 口味重一點 我都會整包加 好 我來 先來加一下 我現在就完全看不到鍋子的狀態 盲家 可以啦 反正只是加個粉包 謝謝東妙的豬豬牛 一半留給我阿嬤 我就沒有阿嬤齁 是不是 阿德姐你是心粉 是不是 你是不是 以為奶奶是我阿嬤 奶奶不跟阿嬤不一樣 不一樣喔 盲家盲家 我還想要來加個海帶牙 海帶牙超便宜的 這有什麼品牌嗎 這樣一大包好像六十幾塊錢而已 超棒 青菜很貴的時候就加點海帶牙 耶 就是 一包可以用超久的 這誰剛來都以為是阿嬤 不是奶奶是奶奶跟阿嬤不一樣 對 奶奶不等於阿嬤 奶奶她就是奶奶 最近才在看直播 果然被誤會了是嗎 我想說為什麼一直有人說我阿嬤 我想說我沒有阿嬤啊 我真的沒有阿嬤 奶奶是我姐姐好不好 只是我都叫她奶奶 對 就像爺爺就是爺爺 對 你說阿公 我沒有阿公 我還 不是我還沒有 我現在沒有 阿嬤 沒有阿嬤 就沒有阿嬤這個存在 我們的角色 人設裡面就沒有阿嬤 grandsister 自創詞是不是 我要先來丟菜 因為我喜歡麵Q一點點 不是我剛剛水不小心澆到電池爐旁邊 所以她吃了一下 我有一點嚇到 你們應該沒有聽到奇怪的叫聲吧 名為奶奶的姐姐沒錯 受貼紙的時候才知道 對奶奶 我沒有解釋到奶奶是誰 奶奶對 奶奶是我姐姐的 名字 的綽號 的綽號 就像奶奶她叫我也是叫Mina一樣 就是你知道吧 因為我不是妹妹 我是她的寵物 我是要負責做很多家事的寵物 就是你叫寵物都通常會叫什麼 寵物最常見的名字什麼 Lucy啊 然後還有什麼 英文的話大家通常寵物名字會叫什麼 我只講到Lucy欸 很常聽到Lucy 對所以奶奶就叫我Mina 因為我是寵物啊 就是通常都會叫寵物的名字 你不會說 自己講很怪 來 Lucy lucky 之類的 我每次都解釋到 沒有解釋到是不是 Happy 有人是寵物叫Happy嗎 看到她叫Happy 我今天不Lucy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穿這種綿褲舒服 想成是特務的代號 誰 哪裡是特務 對 不知道自己是誰 我是Mina 我是Mina 欸對我在想 就是成員裡面啊 好像大部分人都是 就是 會被叫英文的名字的只有我欸 是因為我真的很像寵物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會 就比如說子萱的話 大家知道她是 英文名 比如說是Annie嘛 不是筆蘆 對她英文名就是Annie 可是大家一般還是直接叫她 子萱 就是不會 不會特別講Annie 這樣子 喔MOMO也是 對MOMO也是欸 那看來 不是寵物性質也會被叫英文喔 不是寵物性質也會被叫英文 還是團七性質 團七性質會被叫英文 LUKA跟LUKA 沒有很少有人在叫LiKA LiKA 都是講伊貞啊 很少有人在講LiKA LUKA的話 對LUKA的話 因為日本人吧 對LiKA 對那個有點算日文 但MINA的話 是 英文也是日文 也是西班牙文 也是葡萄牙文 反正都一樣念法 好像滾了 好像只有我的念 討厭 現在給你們看我的褲褲 我要換 我要轉向來 欸這筷子 兩天 又來 你們現在到底在 畫面是看到哪 我要這樣 然後加顆讚 豐富的一盤 蛋跟麵差不多時間下 我們就不要煮太久 欸我人又不見了 你看到椅子 還是我等一下坐在這裡吃 我好像也是可以 但我要調一下鏡頭 看到襪子跟鞋鞋比較害羞 看到襪子跟鞋鞋比較害羞 欸大家我買了新的拖鞋 可以給你們看 可以給你們看我的鞋子 我的 我的拖鞋 吃飯的時候拿起拖鞋 是不是很怪 我的新拖鞋 我是很可愛 黃色的老鼠 我就買了 我雙十一買的 對對對 我忘記講我雙十一買了 買了一雙拖鞋 絕對不是不幫奶奶買 是因為奶奶的腳太小了 本來我想說買一人一個顏色這樣子 可是因為奶奶的腳真的是太小了 他這個最小的話是做到三十六號而已 可是奶奶腳三十五 就會有點太大 所以就只有買我自己一雙 因為是老鼠 對啊 差不多了 老鼠怎麼叉叉了 老鼠叉叉 聽起來也不吉利 奶奶的腳比我小 對啊 奶奶個子也比我小 就是通常 身高高的人腳就會比較 就是隨比例嘛 越小的人腳就越小 然後越高的人腳就會變大 就像男生 男生沒有人在穿三十七 男生最小也要四十一吧 好像我忘記了 所以就是隨身高嘛 只是說 有時候有一些例外不太一定 就是通常來說 因為像當初 我小時候我爸爸媽媽看我的腳 小時候就長得就是比姐姐快 然後就說這個妹妹以後長大會長很高 這個腳很長 結果也好像也還好 忘記Mina是全家最高的 這種重要的事情 筆記起來好不好 不要忘記好不好 禁Mina直播間 需要先釐清的第一點事情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我是我們全家 全家最高的 真的 你不要看我的臉覺得我很矮 但我真的是我們全家最高的 我只是有點娃娃臉 但是其實我很高 我是我們家最高的 然後第二個重點 筆記起來就是 奶奶不等於阿嬤 奶奶是我姐姐的綽號 對 好不好 小琴沒有比較高 小琴跟我一樣高 好不好 Mina跟小琴誰比較高 這個是不重要的事情 Let it go 這不重要 好不好 第三個重要的點是什麼 我還沒 第三個重點是 我不是胖 我只是臉圓 我不胖 我真的不胖 好不好 現在上體重機 好不敢 先不要 我很久沒量了 我現在很久沒量了 但我真的沒有很胖 我可以掛保證我BMI 從來沒有到正常直過 永遠都超重有沒有 沒有啦 都是過輕 我從來沒有到正常直過 就是我真的沒有很胖 好不好 三大重點 我是不是要弄一個那個 氣泡框在這裡 告訴每個進來直播間的人 這三個重點 沒有 應該順序顛倒 第一個重點應該是我不是胖 我只是臉圓 然後再順一下 沒有 臉圓比較重要 好不好 就是這樣 畫重點 那我們現在來 開吃 我想想我要在哪裡吃 我在哪裡吃好呢 但重點是因為我現在手機沒有電 我必須充電的話 我還是要回到沙發 我還是回沙發好了 因為我要充電 我們移架至沙發區 用餐 不然我很想要在 我通常平常會直接在小廚房 的餐桌吃 但是因為今天我們要充電 這個充電線 不夠長 所以我們只能回來 然後我去搬我的粉紅桌過來 等我一下 小蘭最對位 是嗎 熟悉的位置 好 哇 今天結果我自己加播了 我本來都想說中午大家要上班 就播短一點 可是因為我今天一直拿不定主意要吃什麼 瓜子被推開 沒有 因為我今天剛收衣服下來 我還沒有折 所以現在沙發的另一邊是很雜亂的衣服 所以我只能先用葵瓜子把它推過去一下 不然畫面會很亂 我等一下才要來做家事 我這桌子怎麼變那麼髒 你們看得到嗎 上面黑黑的 上次用了沒茶 好 不管 我們先吃 剛好今天都放下 你們該不會忘了星期三看Mina直播 特地請假吧 不要這樣 不要那麼感動好不好 我現在這樣好難移動 救命 等一下 我思考一下 好 過來了 我們就直接這樣吃吧 冬天吃這個超溫暖的 我們可以來開吃了 好了 但我現在才要吃 一點才要吃 你們是不是都吃完了 謝謝阿翔掌聲鼓勵 嗨小龍午安 謝謝紅寶 剛好今天放假 喔不是為了我是不是 把我的眼淚還來 喔剛才都還沒有流眼淚是不是 但我覺得我最近 就是最近的步調嗎 慢慢在調整 感覺自己 就是最近心情都蠻好的啦 沒有 沒有那麼 想沒有那麼愛哭了 而且感覺阿 就是像之前可能就是 一天不發文的時候自己心裡會覺得 會有一種很空虛的感覺 因為發文的話大家會按讚 會留言阿什麼的 然後我就是 因為要填補自己的那個空虛吧 就看著大家的留言阿 然後按讚什麼 然後就會覺得 就是 可以比較開心被鼓勵 但是最近我慢慢調整自己的步調 就是可以變得比較 沒有被社群綁架也不需要太 就是不要太過依賴吧 我覺得這樣子其實也蠻好的 會不會是因為新元節一分 就所以心情變好 我 我不知道耶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關吧 我也不知道 好我們先開吃 好冷喔 我來喝個湯先 開動 長大了 對我是大人了 這個其實有辣耶 這個有辣耶 但沒有到超辣的那種 你們這樣還聽得到音樂聲嗎 我忘記把藍牙拿過來了 我忘記把藍牙拿過來了 來吃一下這個麵 很喜歡韓國的這種麵 因為吃起來很QQ的 嘴角控制不住 有嗎 我真的是藏不住秘密耶 討厭 聽我咀嚭 聽我咀嚭 可是 可是我吃麵沒有很厲害耶 就是我覺得 可以把麵吸得很大聲的人很厲害 就是會聽起來很好吃 可是我 我不會吸麵 因為我的那個 吸力不好 有嗎 有嗎 我剛剛很努力吸了 煮的剛剛好 我就喜歡這種 偏 就是偏硬的麵 我會吸粉 有嗎 那阿華還沒有變成我的粉絲啊 大力吸氣湯汁會軟噴 沒事我今天之前可以 一直噴好不好 不是穿白色就可以一直噴 我一口太小所以沒辦法吸 是喔 所以我是因為太小口所以吸不起來 是嗎 不小心 不小心滴出來了 我就穿 這個青蛙裝吃東西要小心 因為 不小心撲就會進到湯裡面 上廁所的時候也是 要小心 進到馬桶裡面就不好了 我就會變成一隻 有味道的青蛙 哈囉小巨王 我究竟這頓飯會吃多久呢 不過我吃麵的速度 比吃飯快很多 所以應該不會很久吧 半小時應該就可以搞定 我還有丟了一些 這個叫什麼 五菇 五菇跳舞的 丟了一點五菇跟青菜 比較豐富 塗在手上為什麼會掉下去 因為要 要擦屁屁啊 你知道吧就是 對啊 吃飯不要講這個話題 謝謝阿翔掌聲鼓勵 喝湯一直在餵桌子 我超愛喝湯的 雖然聽說泡麵的湯不要喝比較好 可是 哎呀就偶爾嘛 不是每天吃泡麵 我一個禮拜才吃一次而已 反而平常 食品添加物都那麼多了 沒有擦泡麵啦 好不好 開心就好 先去吃 換個話題 換個話題 為什麼每次都會講到廁所的話題 哈囉 丸子五安 豬隊友五安 我再試試看大口七年 這口夠大了吧 可是因為我很屬舌頭 我就蠻怕燙的 所以都要量很久 剛剛要講一拿就說到廁所了 哪有哪有 手搖飲不好還是照喝 手搖飲 我在想那些營養師 那些營養師他們真的都 他們都說手搖飲不好 但他們自己真的都不喝嗎 就是 我自己也很少喝手搖 不喝的原因是因為我知道不健康 然後又偏貴 可是我還是會喝 偶爾啦 就是人家請客當然最好 但是 就是久久還是會喝一次 雖然知道 就是像比如說油炸物 大家都知道油炸物不健康 可是偶爾就會突然想吃啊 我真的覺得我算是很克制的人 營養師同事天天找你買手搖飲 真是營養啊 醫生知道熬夜不好還是拚命熬夜 是嗎 醫生 醫生自己會熬夜嗎 可是我去看皮膚科的醫生 他的皮膚看起來真的超好的 他叫我不要熬夜 然後 他自己皮膚看起來也很好 所以我就想說 可能醫生也都很早睡 所以皮膚才這麼好 知道觀念但不一定要照著做 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因為我也知道晚睡不好 可是重點是 有時候練習回家 像我昨天到家就11點了 你要我11點上床的話 不可能我11點才到家 我還要洗澡什麼 所以我 我算是11點到家之後 我就是趕快洗洗 然後稍微 可能滑手機滑了半小時 就睡了 所以我12點半就睡了 但是就沒有 沒有餘力再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不然就是比如說 像早上對晚上是相對悠閒 就早上多做一些事情 那些頭面具超級 因為我就看他一直冒煙啊 我就看他一直冒煙 他很燙 我想要用吸的 好我試試看吸大聲 我剛剛發現 好像夾太大口有點吸不動嗎 我剛剛試著要吸 但我剛剛 吸不了的 我就慢慢放嘴巴了 不是我 我剛剛吸不上來耶 那要怎麼吸啦 可是我剛剛發現那口好像夾太大了 吸不上來 我覺得好像吸湯對我來說比較容易 吸面好像有點困難 下一口夾小一點 試試看 好再吸一次 如果不行我們就乖乖吃面 老實說父母講道理 但是自己做不到 會嗎 我自己沒怎麼看過耶 因為像我爸爸媽媽就是 說 吃飯的時候 應該說坐著的時候 坐要有坐香 站要有站香 我真的從來沒有看過我爸 就是在家是 翹個餓狼腿什麼的 從來沒有看過 然後 還有說我們不可以說髒話 我也從來 從來沒有聽過我爸媽 罵髒話 有啦 但是就是大概 就真的很 被氣到的時候 有時候 但這輩子大概 大概 不超過三次 而且是 就是 沒有到很難聽的那種 謝謝 謝謝紅包 就是我爸媽 我覺得他們都很 以身作者耶 他就怕 因為像有時候我媽媽也會 就是 你知道坐相不好 是不是可能貪軟 在沙發上 然後就會被我爸罵 我爸爸會罵我媽媽 他說 你看你一個大人 自己都坐沒有坐下 怎麼教小朋友 就是說我們要以身作者的意思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 這樣蠻好的啦 就是不會讓小孩說話說 為什麼大人就可以熬夜 為什麼這樣子 吃了口寂寞 廣東怎麼可以不說髒話 但我爸爸媽媽真的不太說髒話耶 或是不在我的面前說髒話可能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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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們 你們會覺得 你們會覺得 廣東人怎麼可能不說髒話 搞不好廣東人也覺得 台灣人怎麼不說髒話 台灣人罵人像那個台語 會靠這樣子 怎麼可能台灣人不說髒話 可是我還真的不說 我真的不說 不是什麼偶像 要維持形象 所以才說自己不說 可是我真的不會說 就是 我有不小心說過 不好聽的話 但是也是 這輩子 就真的三 三次以內 真的很少 可是 基本上真的不會講髒話 跟做不做偶像無關 就是不會說 因為不好聽 有 爸爸如果在台灣開車 喔 有 我有聽過爸爸開車的時候 我講話了 我有聽過 就是好像開好好的 突然有個車 突然 蛇形還是怎樣 然後又插 就是突然插到前面 然後我就聽到爸爸罵人 講話就是很神奇 因為這是出人命耶 會出人命耶 會出人命耶 在那種 快速道路上面還是什麼的 對我聽過爸爸罵髒話 就是一次就是在車上 他這個氣死 亂開車 然後就在那邊 超神奇 好開車 然後就在那邊念念 馬路真的蠻危險的 髒話大概都是騎車的時候飆的 我想想 我是不會啦 可能因為我騎腳踏車 但有時候遇到那種三寶 我可能會 在心裡罵他吧 為什麼不好好開車 氣死我了 然後心裡可能是這樣 然後表面上是 就是表面上可能就是一聲鼠叫 可是心裡有很多 怎樣 我和阿姨是 是我的那個信用卡到了 為什麼這個時間 那個是奶奶 為什麼這個時間是奶奶 奶奶的電鈴怎麼是能夠嚇到我 我剛剛 有我剛剛心裡有暫緩 沒有啦 我現在嚇到 欸我的湯汁掉進去了 我是奶奶啦 對你們最愛的奶奶來了 不行我要等下奶奶拿衛生紙給我 就是她害我的 我剛剛你們有看我剛剛那口湯我正要喝 然後她一按我整個灑 把塔滑湯灑湯灑湯灑出來耶 中午直播也能被奶奶嚇 對啊 對為何 到底是為何 我管我要叫她跟安娜衛生紙給我 都是她啦 然後 奶奶怎麼這時候回的 對啊 今天星期三 為何 好 還是她跟上司吵架了 我不幹了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行 脖子 脖子 你為什麼這個時間回來 你為什麼這個時間回來 我要請生理家回來 那你拿一張衛生紙給我 你害我嚇到湯都灑出來掉進去鍋子 這麼會挑選我吃麵的時候 然後按 我剛剛要說什麼都忘記了 我說我今天還是多播耶 不然我本來播到一點就 也會被下 可是沒有在你們面前背下來 你要吃午餐 我還有 我麵煮了一半而已 還是你要等我吃完 再煮另外一半 好 那我不確定會不會剩湯 那你沒有湯 你那個粉有沒有一半 沒有啊 你也吃太重口味了吧 可是我水加很多 奶奶怎麼那麼澡 她說她生理家啊 好我知道這個是直男不懂的 我也 還有我也不懂 我也是直男我也不懂 我生理家 我從來沒有痛過 我不知道生理家是怎樣 我會盡量少喝一點湯 給奶奶再煮的好不好 我會盡量少喝一點湯 我們多吃麵 很多公司都有生理家 不過一般人都沒有勇氣去騎生理家 我沒有生理痛過 我不明白 但是既然都已經開出生理家了 那就代表回憶 我調味包成下 不是等下麵再丟下去就可以了 所以啊 你等一下湯有一點給我 再加點泡菜就可以了 奶奶是每個月都請嗎 差不多吧 奶奶 有沒請過生理家的嗎 沒有啊 不是每個月女子人可以請一次 對啊 可是 對啊 所以你每個月都請 對啊 我不懂 我沒有 我沒有生理 不是 我沒有生理痛過 我不懂生理家是 但是有的時候我是禮拜天生理期 但是我禮拜一還是親一樣 因為我想說我放一天 我心難開起來了 上次的芋頭還有嗎 晚上不要煮芋頭洗飯 但只有一點點而已耶 好像我們會吃很多耶 每個月都可以請 可是 可是 生理期本來就是 月經 月經 月經不就是每個月都會來的嗎 所以應該正常的公司 應該是每個月都要有給女生生理家 但要不要請就看看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個問題啊 我現在看起來馬上小症態的耶 頭髮短短 眉毛濃濃 我根本不需要生理假 疫苗假的話 搞不好也不太需要耶 只是打完疫苗會比較累是真的 沒有 他打完疫苗 大家沒有不舒服的事情 畢竟都有疫苗假 一秒假會扣錢 是喔 跟并假一樣扣半心 不是嗎 是全心還是半心 我不知道 我知道了 而且追蹤 原來疫苗價會扣薪水 那我當然不要吃 雖然我們好像不適用 藝人好像不太適用 快吃完了快吃完了 我買的 請疫苗價就沒有錢 打工是算實行但當然 但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很用的人 不太需要請假 我以前 我以前 學年的全情有 國小要六年全情 我真的覺得太困難了 國中三年可能還比較容易 但國中讀書讀得累的鑰匙 真的是 抵抗力都不好不生病也很困難 國小要六年都全情 六年耶六年很久耶 完全不care全情講這種東西 因為我就很容易生病 因為我就很容易生病 小時候啦 我現在身體有比較好 我現在很少生病耶 我以前直播都是 不好意思今天感冒了 然後沒辦法唱歌 然後不然就是感冒了 然後講不出話什麼的 很痛苦耶 然後現在很少感冒了 很痛苦耶 然後現在的話很少感冒了 很痛苦 很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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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鑰匙 又有另外的作業,然後都熬夜 熬夜的話抵抗力怎麼可能好 他吃完了 蛋留最後吃,因為蛋很圓 圓圓的要留最後吃 哈囉摸摸,正義午安 我覺得半包剛剛好 不然這種韓國的麵 我覺得他都好多喔 好吃的留最後 蛋好吃啊 如果再丟那個午餐肉 進去就更完美了 可是午餐肉其實蠻貴的 所以不用每次都吃 不用太常吃的 不用太常吃的 米娜的臉要最後吃嗎 米娜的臉不能吃 沒有被電鈴嚇到還是會手滑耶 沒有被電鈴嚇到還是會手滑耶 我大概是初老了 我的湯 還好沒有噴出來很多 小朋友吃東西嗎 到處打翻什麼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剩一半了 本來蛋不想煮太熟的 結果好像還是熟了 因為剛剛 移動過來說 花了一點時間 還有點 本來想說不要煮太熟 原來蛋 原來蛋 不想還是想喝湯 不然蛋黃好乾 休澤五安 但我剛剛已經是最後加了耶 好,剩這一點糖奶奶應該夠吧 最後一口 吃完奶奶你看看湯夠不夠 我是很喜歡喝湯 天氣冷喝好舒服 我現在身體都熱起來了 謝謝雄雄、睿龍還有鴨鴨 他剪木蹄 滿足 他不是留給奶奶 我平常應該喝更多糖 沒有,我想說可以再加在湯裡面 謝謝洛克的掌聲鼓勵 還不是奶奶不早說要回來 不然我就直接煮了,對白 唇色沒有掉多少 還是這是我原本的唇色啊 看一下鏡子 沒有直播我看不太出來 這個 有啦,他真的沒有掉很多 不錯 我真的喜歡這個 很厲害耶 吃完麵還有這樣,不錯 好啦 吃飽了 大家 下午繼續加油 努力工作 然後 下一次直播是 星期 星期幾來著 星期六嗎 星期五 星期五 好,下次直播是 星期五晚上九點 謝謝一下我的經紀人們 那我們星期五晚上九點見囉 那大家 拜拜 禮拜五見面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青蛙T很爛 他已經破 這裡破了一個洞 我剛才想到我手怎麼就出來了 但也不錯耶 變成那個 有的會故意坐這裡可以手出來了 大家掰掰 周五見 我還沒念榜單哪 忘記念了 今天的第13名是 瑞龍 謝謝瑞龍 第12名是 第11名是 韓風認證 不想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第10名是 Tapenda 謝謝Tapenda 第9名是 太空 謝謝太空 第8名是 中影 謝謝中影 第7名是 志豪 謝謝志豪 第6名是 張先生 謝謝張先生 第5名是 熊熊 謝謝庫瑪 第3名是 夏娥 謝謝夏娥 謝謝爸爸 第1名是 蘿莉郎 很喜歡蘿莉郎 哈囉 那大家 禮拜五晚上9點見囉 萌秀手 只有一邊有 這邊 這邊沒有 好啦 大家禮拜五見 不是晚安 對 禮拜五見 掰掰 下午 加油 大家掰掰 獅奇掰掰 潤勇掰掰 中影掰掰 中影 周五見 掰掰 呃 過來